歡迎收看至尊瑜伽節目 我是顧得頭顧李建筆分析師 昨天李老師真的是非常認真 因為我昨天節目中也預告說 Fed的話會在今天凌晨2點 正式公佈什麼 是否要降息一碼還是兩碼 我相信如果你有加李老師來的話 你會在今天凌晨2點半 收到李老師領先全市場 因為別的頭顧分析師的話 應該已經在夢想之中了 都非常熟悉 我講過如果我不能夠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的話 我親愛的會員如何能夠什麼 領先全市場在起帳點買進 下一波的主流標股 大家的話今天盤面非常強勢的股票的話 通常 你看到別的老師解盤節目的話 他都會介紹已經大漲一大段 漲到什麼 山頂上 而如果能夠在起帳點 就領先做一個佈局買進的話 請問各位 你難道不能夠賺到大波段利潤嗎 好 在一個多月之前我相信我是全市場的少數 我不敢講我是唯一 你在一個多月之前的話呢 你聽到全市場 大家一面倒說什麼 FED的9月18號的這個 利率決策會議 然後呢在於9月19號呢 台北時間9月19號呢 頂多是降息一馬喔 你不相信的話呢 你可以去到 這個網路上Google一下 一個多月之前全市場一面倒都說降息一馬 只有李老師呢我堅持我的看法 並不是說 我預測呢會降息兩馬 然後呢正如李老師所預測 我就是全市場最準的分譯師 非議 其實這個要追溯在大概兩年多前 FED的話呢 開始做什麼 升息的時候呢我也領先全市場 我預測的話呢好像只有一次是錯誤的 你看那個FED的話呢 升息這麼多次 那後面的話呢都維持利率不變 那結果不是什麼 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心嗎 那一開始的話呢 大家也不相信說會為什麼 升息兩馬 我也領先全市場告訴各位 然後呢 在今天凌晨2點的時候呢 也是這4年以來 美國FED的話呢首次降息 好大家就會講說 降息之前的話呢 我們回溯到呢可能在之前 這個 這個 新冠肺炎非常嚴峻的時候呢 好像呢美國降息的話呢 就會有怎麼樣 這個股市怎麼樣的表現 那是過去式 不是表示說當時啊 美國降息然後我們台灣呢 哪些股票漲得特別兇啊 你就認為呢可以套用到現在什麼 降息的一個循環 大家現在全市場的話呢 又預估到年底的話呢會降息5 我的看法大概降息4 你就把結論記起來啊 我並不是要跟別人比說 誰的預設比較準 反正啊我有我的判斷準則 我昨天是不是告訴各位 FED之前升息的話呢 已經被別人罵到臭頭啊 說什麼太晚升息了 造成什麼 通膨非常嚴峻 所以這一次的話呢他是預防性的一個降息的話呢 當然一次要什麼要降兩碼 那我請問各位如果說 11月份的什麼 FED聯邦利益會議如果又是降息兩碼的話呢 你會怎麼想 哇那表示 美國的話呢經濟有衰退的疑慮 所以頂多是降一碼 12月呢再降一碼 換句話說的話呢到年底的話呢 還會什麼 降息兩碼 你就把結論記起來 那當然的話呢我也告訴各位啊很多人說 這個如果降息兩碼的話呢 可能會造成什麼 股市的動盪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應該是要大漲啊 昨天李老師真的很認真的盯美股的話呢盯到3點多啊 那當時的話呢美股什麼 一度大漲 哇結果收盤的話呢 是這個 全均覆沒全部都下跌 但是如果你因為看到美國股市全面的往下跌 你就認為台股會比照敗你的話呢 你又錯過今天早盤的絕佳進場時機喔 所以買得好不如買得巧 昨天全市場大概沒有幾個老師的話呢 會在重挫 將近200點之際的話呢我們勇敢做多 你也不要問李老師昨天買什麼股票反正 你是李老師的權貨的話呢 你就能夠掌握每一個波段主流標誤的什麼 剛剛發動的這個起帳的買點 那大家的話呢我也會賣在一個相對的高點 我不會說 一定要賣在最高點 因為 我們資金呢要做最有效的運用啊 如果我能夠跟別的老師一樣每天買不到的股票啊 10幾20幾檔股票這樣買的話呢我沒檔股票 都可以買在起帳點幾乎是什麼 賣在最高點 但是呢這對於我的會員來講是不公平的嘛 因為我們要把資金做什麼 有效的運用重壓2到3檔就可以了 好 今天大盤你看喔 大盤今天的話呢 今天是開低的喔 今天不是 開盤跳空大漲啊現在的投資朋友 所以你在早盤的話呢大概9點半之前的話呢你都有什麼再次做多的機會喔 而如果你沒有的代理的話呢 第一個你會在早盤 勇敢積極做多嗎 而第二個 如果你做多的話呢你到底有買對股票呢 如果你今天再去追特用化學的概念個股的話 哇桃莫的秀啊 很多股票都是開高走低啊 對不對 那如果呢 你相信李老師的專業 我們今天的話呢清一色什麼 都是買 機優電子股 當然是什麼 中小型的機優電子股 我說過大型的這個全子股的話呢 他只是什麼 大盤啊 能夠什麼 突破一個整理區啊很重要的這個要角 但是不會是最佳男主角 你要 牢牢記住喔 你看看今天的話呢 我們看到這個 AIPC的剛剛一個華碩表現不錯 2308的台達電 甚至呢 護國神山台積電 昨天台積電ADR是往下跌的喔 如果你認為台積電ADR的話呢 是回檔修正你就認為呢台積電應該要下跌的話呢 你看看 今天是不是有什麼 是呈現開低走高收最高的一個格局 那當然的話呢它是什麼 它是屬於啊這個多方啊 控盤的一個工具 可是你真正要賺大錢的話呢 你應該是尋找一些小額美 股本小 未來成長力道很大 然後呢甚至啊最好有什麼 有這個法人的加持啊 公司大股東積極回補 我常講呢這個 你要看這個幾保庫存啊 千張以上的大戶喔 我在昨天前幕中的話呢 我也稍微告訴各位啊 其實股票市場有很多的學問 並不是你看到那大漲啊就表示什麼 他會讓你能夠賺取大部分的利潤 如果說 你要做一個當沖隔日沖的話呢 你會措施很多賺大錢的良機喔 今天大盤的話呢收盤是收最高喔 飆漲363點 而你昨天看到大盤啊 老師那樣那樣啊 怎麼好像啊 國際股市呢也沒有跌那麼慘啊 很簡單啊 因為呢昨天是什麼 昨天是屬於呢 9月台子期的什麼 結算日啊 所以呢 當然的話呢外資的話呢 在這個台子期的話呢 不如這麼多空單的話呢 一定會壓低結算嘛 那這個量人的話呢 也不能有效的什麼 做一個明顯的一個放大 那你說老師我要等到這個 一切局勢明朗 Fed的話呢 有確定了 降息一碼還是兩碼我在進場 可是很多投資朋友講這句話 你今天在找盤 你看到局勢明朗啊 已經公佈答案了啊 那你有沒有繼續做多呢 如果你在找盤呢 把一些好股票賣掉 甚至呢 你方向看錯你去放空的話呢 哇 口袋空空 怎麼辦 所以在股票市場的話呢 你要看著懂趨勢啊 好 大家很期待老師你的這個 建村第二到底是哪一檔啊 你不是說呢 等到揭曉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我買不下手 而且呢什麼 我不敢中壓 所以 今天的話呢 我要讓 一直期待 李老師要公佈 建村第二 所謂的這個 主流標股的投資朋友的話呢 你們會覺得非常懊惱啊 早知道 因為呢 一旦我揭曉的話呢 第一個他一定是什麼 有可能是漲停板 而且什麼 那創新高嘛 你等到結果已經發生了 你之前的話呢 你看看喬夫 你錯過了 我說有喬夫第二什麼 蜜望石 你錯過了蜜望石的話呢 我說蜜望石第二的建村 你又錯過了借村 天啊 你到底要錯過幾兩票股 然後呢 我請各位那股價拆一拆 後來的話呢 我在節目中也揭曉它是200多塊的股票嘛 所以呢 是我幫高等級 會員量身訂做的 那我們尊榮會員的話呢 都是重壓20張30張啊 那如果清代會員的話呢 也至少是10張20張 這樣一個操作 特別會員的話呢 因為呢 我們沒有做資金控管 所以呢 我們只會什麼 告訴我這個特別會員的話呢 買進的價位 我不曉得他會買幾張嘛 所以呢我幫我的會員量身訂做 好 來囉 看仔細喔 我說建村第2的什麼主流標股又將震撼全市場 老師 每個老師啊每天都有震撼標股 每個老師都有腰股啊 漲停漲不停啊 我說過 介紹漲停板跟買到賺到漲停板是完全不同的level 如果李老師啊解盤的風格的話呢 我跟大多數的什麼 投顧老師一樣 反正啦當天什麼股票很強 漲停板又創新高的話呢 我在節目中推薦然後呢會員什麼 完全都沒有買到 那這樣的話呢對我會員來講是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講過 有抗訊財務的正向對不對 別的老師號稱有漲停板 能不能拿出證據呢 而且如果拿出抗訊的話呢 還要外帶一句 如果抗訊任何造假呢 他願不願意負法律責任 如果他敢跟李老師一樣啊 能夠什麼 非常明確的告訴各位 如果任何造假的願付法律責任的話呢 你就應該相信他喔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非得什麼 非得跟著我同步操作 但是呢 我相信我是所有做作的老師裡面啊 我們所有等於會員股票加起來 應該是檔數最少的 不相信的話呢你可以去打聽看看 或者說呢 你可以來我們公司啊 查查看李老師呢每天的什麼 抗訊啊 好 我說健身第二呢又將正安全市場啊 你要趕快什麼 趕快拿出行動力啊 不要等到揭曉 等到揭曉的話呢 一切都來不及 好今天正式揭曉就是什麼 3227的原相 李老師你之前有買過原相啊 對啊 我們之前操作過的時候呢 他的漲幅還沒有那麼近 因為李老師領先掌握第一手的資訊 待會的話呢 我會把呢我看好的理由的話呢 很完整的呢 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好那當然的話呢 他除了是Apple概念個股的話呢 也是啊之前啊 這個所謂什麼 這個黑神話悟空的概念個股 老師 我怎麼沒有聽說呢 原相是這個黑悟空的這個概念個股 所以因為你沒有聽過 所以有的股票的話呢 他會什麼被法人鎖定啊 你看他投信的話呢 照昨天的話呢 是連續13天買超喔 他已經成為投信Q3的什麼 作戰股 那為什麼李老師呢 你先做一個掌握 好 你看我們早在9月6號是不是呢 將近兩個禮拜之前 早盤買進就大漲 然後呢甚至呢 我也講說呢 我在當天的話呢 我有用LINE啊 直接通知我的什麼 尊榮會員跟清代會員呢 我說他就是建村第二 甚至呢後來的話呢 我也把他的基本面呢 很詳細的什麼 傳給我的這個清代會員跟尊榮會員 好 你看呢後來9月9號那麼加碼 9月10號呢持續上漲又創三年新高來囉 我當時是遮住的喔 我說過 不要等到我揭曉 等到揭曉的話呢 你又忘標股的心態 然後我說前度有人是標股不得人喔 9月10號你看 功課原項持續上漲又創三年新高 我當時把遮住嘛 我說N年新高 為建村第二的主流標股 哇李老師原來喔 在我們已經大賺三檔波段 獲利的股票之後呢 這是第四檔 李老師呢也 領先預告的話呢 他會是呢 我在今年下半年的話呢 應該是這個第四檔 完全達標的股票 昨天我已經揭曉的話呢 新富新的話呢 是我們下半年呢 第三檔達標 全年的話呢 第九檔達標的什麼 波段操作的標股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喔 你叫你的什麼 你看著老師啊 或者說呢 這個叫其他投入老師的話呢 你叫他比照辦理有沒有辦法 沒辦法嘛 那為什麼我敢做這樣的預測 而且呢 還會什麼 完全達標 這個就是有相當的什麼 預測能力嘛 五票如果你不能預測到未來的走勢的話呢 你如何能夠賺好賺滿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好 然後呢目標價我當時 我這個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這個高等於會員 等到他來到這個價位的話呢 我會正式揭曉 讓你嘖嘖稱其是拍案叫局 讓你覺得什麼 That's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務對不對 Mission impossible 好 此故仍然不老我們要賺大波段喔 所以李老師的高等於會員的話呢就等李老師這句話就是要賺大波段 今天的原相呢 強鎖漲停又創14年級喔 原相真的很難得漲停版 你看看今天呢強鎖漲停喔 有口訊有真相9月10號禮拜四如果你是李老師的高等於會員的話呢 不管是最高等於尊榮 然後呢 第二等級的清代 甚至第三等級的特會員的話呢通通都有 那我說呢 一般等於會員的話呢是沒辦法接受200多塊的股票 老師可是我可以買零股 那不如呢我們 去佈局啊這個股價呢100塊以下 最好是80塊以下的股票的話呢 你買一整張的不是比較完整一點嗎 好 所以呢高等於會員呢 才什麼專屬的喔 東赫原相強鎖漲停又創14年新高囉 14年啊你要說10年磨一件啊原相磨了14年 目標價上看多少仍然不變 持股仍然暴龍 一張都不用賣 然後李老師的高等於會員啦 應該講說全會呢 就是希望聽到李老師說一張都什麼不用賣 甚至一張都不准賣 這個表示我積極的看好對不對 你不要給我投賣 老師 我們已經賺很多了 我先賣個一張 先賣個兩張 我們先把錢什麼 賺進口袋 不用 因為李老師啊 我已經創造出什麼 一檔接一檔大波段操作的什麼 這個 我們的波段獲利的股票 你不要到時候我叫你賣出啊 老師還在漲需要賣嗎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不要想這麼多 沒有到目標價我一張我都不賣 拿出賺大錢的霸氣 你需要的就是這種什麼 很有信心很有把握的分儀式 而且啦要持股集中啊 你不要一天買個三檔五檔十檔那廢話 總會給你懵中一檔股票啊 因為今天大阪是大檔300多點啦 你不會運氣那麼差 每一檔股票呢你都剛好什麼 開高走低沒那麼衰嘛對不對 但是李老師呢我說呢 我們要把錢花在刀口 我不打沒有把握的賬 如果說李老師沒有把握的話呢 我寧可等待 我們理先掌握第一手的資訊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跟著先知先覺的分析師同步操作的話呢 請問各位啊 你的財富難道不能倍增嗎 你看我的節目呢跟別老師是不是完全不同 別老師是什麼 漲停板播報員啊 那個level是差了什麼 10萬8千里啊 你要跟著是能夠買到又賺到 而且是什麼 起贈點就買好買滿 你看看 9月6號是不是波段起贈點 隔天再買喔 9月11號再加碼喔 我只算9月6號9月9號這兩次買進到今天強說掌鈴板 優創14年新高的話呢我們的獲利呢 35盆的將近4成喔 將近4成的獲利喔 大盤今天也不過什麼 重新站上月線 那我認為的話呢大盤的話呢 短線有機會呢來向什麼 寄線扣關 你能夠正確選股的話呢你已經什麼 你已經賺翻了對不對 那麼原下的話呢他是日本任天黨公司Switch CIS的什麼 獨家供應商 那當然的話呢這是第一代的話呢 他已經什麼 已經賣了7年了都相當熱賣 今年的話呢有第2代的什麼 所謂的這個Switch的話呢有做一個上市喔 他會什麼 會是最大的贏家 好 那麼之前呢大家講說這個黑悟空 這個黑神話 然後講黑悟空對不對 橫空出世 因為呢這個浩資什麼 好幾十億啊人民幣 然後呢大家那眾所期待然後呢 他也登上什麼 所謂的這個 遊戲這個軟體的什麼 銷售的第一名 是全世界喔 大陸熱門的3A的遊戲啊 黑神話悟空熱銷 那他是做什麼他是做這個搖桿的部分啊 搖桿這個控制器的話呢會不會直接受患 受慧 會嘛對不對 只要每賣出一套呢這個 所謂的黑神話悟空的話呢 就有什麼 就能夠挨注他的營收 請問各位啊那原項要標到哪邊 標到外貸工去喔對不對 好 那麼8月營收的話呢 7.6億YY成長51% 創三年新高 結果呢股價卻什麼 改寫14年新高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有的股票的話呢 你如果 能夠掌握低手的資訊的話呢 你能不能呢 輕鬆的賺大錢 投信呢從8月30號 到9月18昨天的話呢 連13買天天買 累計大買 9442張 今天創新高我可以告訴各位啊 外資跟自營商的話呢也是什麼共襄勝決 就像今天的話呢 三大法人同步買超對不對 昨天外資大賣你不覺得很扯嗎 往下回跌的話呢應該是要做多嘛 不是說等下大腦再一追啊 那外資的操作不叫做追高3D 那叫做什麼 外資這麼專業的機構為什麼呢 在昨天不做多 那你昨天跟著我做的話呢 你能不能輕鬆獲利 我昨天並沒有買原相喔 我是買另外一檔股票 好 35%呢 你又拱手讓人 好 這一檔長花米的話呢我們在早盤就買進喔 尾盤漲停又創四年新高 那麼長花米的話呢它是什麼 有導入所謂的先進封裝的製程 所以你看今天這個半導體設備的 相關概念各國的話呢表現很強勢 那麼面板級封裝喔 來囉 從今年下半年啊現在是什麼9月份啊 是不是下半年開始出戶 訂單能見度啊就表示他接單的話呢 已經到什麼 2026年啊今年是2024嘛 已經接單到後年耶 你看看為什麼呢 現在才2024已經接到到2026年 所以未來的兩年的話呢 長花米啊都不用什麼煩惱說我沒有訂單 那所以呢你看看 能夠接到呢非常暢旺的這個訂單的話呢 未來的營收跟獲利難道不會三級跳嗎 好 他公佈8月的營收的話呢 15.2億YY成長10% 創近兩年新高 我們是不是買在起帳點 剛剛發動的點對不對 而且今天什麼 成交量36000多張難道你不敢重壓50張100張1000張 老師那明天呢還可不可以追 又是老話一句對不對 你每次看到你要是股票漲停板喔 你都想要 那你為什麼不跟著我盤中的指令 然後呢擺在起帳點 成本低喔 是最大的優勢 很多的投資朋友呢 為什麼你賺那麼大錢 因為 你們都是後知後覺 你都要看到股票大漲特漲 看到別的老師的話呢 都推薦一樣的股票 我相信今天原項80%的分譯師都會講 足足落後李老師那兩個禮拜 你要跟兩個禮拜前就買好買滿 原項的分譯師 還是今天看到漲停板才馬後炮 再講原項的什麼分譯師 你自己選擇嘛對不對 你要買什麼 你要買今天的話呢 這個 來到 240 230 240的原項 還是要跟著我呢 起帳點就買進 賺一個大不斷的分譯師 你自己抉擇 好 那麼長花米的話呢 我們也是買在起帳點喔 老師你為什麼不是在這邊就買 因為李老師那對持股的話呢 有嚴格的控制 我們一定是一檔股票大賺或者小賺獲利出現的話呢 再轉買進另一檔 剛剛起站的股票 這樣的話呢應該可以解釋李老師呢 為什麼今天才買進長花米對不對 而且呢他有這個 發行可轉載喔 那表示說的話呢 後面什麼有什麼 有你不知道的story啊利多對不對 好 找到對的方法把它做到完美呢 你就趨勤成功 可是不代表一定會什麼 一定會賺大錢 方法正確比努力更重要喔 如果你比老師還要認真 花了很多的時間 老師我每天只睡三個小時啊 每天都在研究股票 然後呢我去上課 然後呢看了很多什麼 財經理財的書籍 可是你方法不對的話呢 徒勞務功喔 你也不用那麼辛苦 因為 你有plan B啊 交給對的老師 這半有功倍 而李老師那個人獨創呢 震撼三把 是不是呢 能夠挑選到一檔接檔的什麼 標股 標股仁仁愛你要如何駕馭 不是說漲停板就是一定很好的股票喔 最近的話呢有的股票呢 一天漲停板一天點心板 你要買什麼 比較穩健的 然後呢可能呢 緩步走高 然後呢 航行配的話呢 能夠讓你迅速累積來人生財富的股票 而且好進好出嘛 有的股票成績上幾十張幾百張 你買的進去的話呢 可能賣的時候呢 你會什麼 煩惱說 這個想賣的話呢 會不會呢 賣到不好的價格 那我們的話呢 都是好進好出 名門正派 讓你買的安心抱的方形 賺的開開心心啊 股票市場不就是這樣嗎 好 你可以幫我們節目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分享 這一檔新復興啊 李老師啊又是 應該是打破頭顧業的新紀錄 因為 一檔股票呢 我早在今年1月8號買進34.5 足足飆漲什麼 兩倍多 而且我不是說 買進之後的話呢 我都不賣喔 我不是來回區間操作 N趟囉 你跟著我呢 第一次賺到新復興來 老師好可惜 我只有買5張 你第二次又賣到 老師好可惜 我只有買20張 第三次在來 帶你買進 All in 當然我也不建議 我親愛的會員的話呢 你不要看到李老師操作某檔股票呢 非常神準 看到他這個 買進的話呢 你就什麼 全部資金重壓一檔 因為李老師不是神啊 對不對 我們在做神明說的事情啊 神仙打鼓都有實處喔 我講投物業的話呢 是良心事業 那為什麼李老師呢 我要用 抗訓 來什麼 來當這個 當投資朋友的話呢 當見證人 然後我說有抗訓才有真相 因為我們是真實的操作 我們不是什麼 不是紙上富貴喔 不是什麼 出一張嘴 如果說呢 你跟著老師的話呢 你會發覺 哇 好像看他節目的話呢 講了什麼 天花亂墜 實際操作是荒腔走板 你要怎麼辦 選老師跟選股票是一模一樣的事情喔 你應該選擇那種業績成章股喔 不是什麼 那種所謂的這個冷門股喔 突然什麼爆出很多 很多的標股 那有的標股的話呢 雖然每天漲停板成績的話那幾十張幾百張 你敢把你的資金 重壓到那種成績非常小的股票嗎 而且投機炒作股票呢 李老師我連看都懶得看 我們要穩中求勝 好 新福星你看到8月29號的話呢 那我們早盤買回亮燈漲停板 我們就不要講 太久之前的事情 好 然後那我說呢8月29號呢 我說呢 目標價上海150以上 老師 有可能嗎 133.5的話呢他都沒有鎖住耶 我們應該先賣了吧 好 9月12號呢達到140.5 老師 140差不多了啦 奇怪每次課10月的關卡呢 我的會員的話呢 心理OS 因為那不是我會員有反應 我是說心理OS 就想說喔是不是應該買 那甚至說呢這個市場上就很奇怪 只要看他整數關卡的話呢就想什麼 想說啊我就先跑一趟 你看看9月13號上個禮拜我發現 新福星開盤前遇掛150 152 獲利賣出 老師啊開低耶 這個表現很弱勢啊 長不上去啊 會到150以上嗎 哇你要是太沉準了 我親愛的會員都會有什麼 這樣的一個感想 更何況你不是我的會員 你難以相信一個老師能夠什麼 准到開盤前啊 我就什麼 請我的會員呢 你看到8.39分開盤前21分鐘 150到152 沒有到的話呢 我寧可在等嘛 哇結果老天爺啊 非常什麼 非常幫助我全國的會員啊 對不對 結果呢最高來到151.5 是不是來到150以上 我有沒有領先全市場預告呢 你看看 31% 是不是又是完美的操作 老師今天還在創新高 我們留戀給別人賺對不對 我講過呢 我不會每一趟股票呢 我都想買最低賣最高 好 你看看建村 我們是不是買在起上點 加碼在你不認為可以買的點 然後呢 賣在什麼 全市場 瘋狂追高強勢 老師你今天為什麼又要講建村 很簡單啊 因為啊 李老師呢我在這個9月16號再度買回 你不相信來查我的call訊喔 今天的話呢 你看起來啊 很弱啊 老師啊 又開低啊 喔看到尾牌往上拉伸 老師啊 太讚了 你呢 再帶我買回的話呢 我又賺到錢了 非常謝謝李老師 你不用謝謝我 因為呢 你自己做出正確的決策 你應該感謝你自己 那如果你真的要感謝呢 李老師的話呢 我也希望各位 發揮善心 捐款給需要幫助的人 或者說呢 你要講說日行一善 你不要認為是小學生的事情喔 有時候真的是喔 勿以為小而不為 勿以善小而不為 對不對 勿以這個惡小而為之 這個大家都耳熟能詳 我真的希望各位 我們發揮所謂的什麼 善心 讓我們的社會的話呢 能夠什麼 更進步 好 所以呢建村的話呢 老師那這一次的目標價是多少呢 你就把我的口訊帶到就對了 因為呢 李老師是不是買在起上點 我有沒有賣在相對的高點 那我第一次能夠賣在什麼 相對高點 次高點的話呢 難道我第二次不能夠賣得非常漂亮嗎 如果你手中有建村的人之前高點沒有賣的話呢 趕快加入李老師行業 原像 今天強所漲停 又創40年的新高 他是建村第二 你看我們的獲利的話呢 我們一張都沒賣喔 獲利已經將近四成了 我之前有預告呢 我們的獲利的什麼 幅度喔 好 被動等待只會措施良機 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的話呢 你要去想 為什麼李老師能夠賺到一檔接檔的標股 那如果你看我的節目的話呢 如果你沒有賺到一檔接檔的標股的話呢 你應該化被動為主動 主動出擊就是所向無敵 趕快加李老師的Light 留言證8899 就能夠掌握標股的資訊 如果你認同李老師這種其中持股 待進待出 重壓兩到三檔基歐股票的這個操作模式的話呢 請你趕快 撥通 標股六線 080055808 最後一八加 超市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你